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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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这里是瑞美国小新闻台 我是主播江浩诚 今天我们要探索牛乳 牛奶可以做成哪些农产品呢 让我们一起去采访 急增牧場 我們直接現場連線 都是以近廣的牧場為主 所以牛牛吃的東西 都是從國外進來的 所以可以說吃得比較好一點 在它大約10個月的時候 到13個月 我們就會給予配奏 你只試機上的話會在那邊看 第一題 乳牛有什麼樣的顏色 黑色的顏色 OK 答對 謝謝 喔 乳牛生產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OK 答對 好 謝謝 我是瑞梅國小六年級蘇瑞琳 請問一隻牛可以產多少公升的牛奶 一隻牛它正常最多我們以台灣的紀錄的話 大約六十公升 也就等於是六十公斤一天 一餐的話幾乎差不多三十多 三十公斤這樣子 謝謝 老師你好 我是瑞梅國小六年級蘇瑞琳 我想問 牛奶本身就是甜的嗎 牛奶本身是不是甜的 這可能要看個人的口感 像我自己本身會覺得有一些甘甜的一些味道 但實際上的話 我們沒有去測量說它是有沒有甜度的成分在 但是 每個人喝 其實只要是健康開心就好 對 謝謝 謝謝 你好我是瑞梅國小六年級蘇瑞琳 請問 牛奶一般基本上擠出來是可以喝 但是因為有一些菌類的成分 人喝了也許會有一點不適 但是我們會依健康的一種標準去做一些消毒跟殺菌 謝謝 我是瑞梅國小的黃玉凱 請問這裡有多少頭乳牛 我們現在目前場內大約有1400多頭 真正在擠奶的媽媽大約500至600頭不等 謝謝 我是瑞梅國小六年級蘇瑞琳 請問牛奶剛擠出來就可以馬上喝嗎 你牛奶其實一般擠出來 我們都會希望做過消毒殺菌 直接喝也可以 只是可能有些身體比較沒辦法適應的話 會出現拉肚子的狀況 就是我們俗稱的乳糖不耐症 謝謝 牛奶可以製作成一般的鮮奶 以及乳製品的話 就可能像奶酪或者是一些鮮奶油 或者是煉乳的部分 最美麗國小 從村角進的大城中 YA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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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